好,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小單元 也就是index的概念還有所謂的分片 也就是slice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一個string 也是一樣,這邊老師檔案都會分享給各位 讓你們自己存成你們自己的檔案 到時候說不定老師是直接給你們的sauce code 讓你們自己把它在python colab 上面自己做 好,OK,來看一下 這是我建一個string,它叫做hello world 把它列印出來去第1個,也就是第0個 它就是h 好,來看一看 0,1,2,3,4,一個一個再取出來 好,print 長度 好 好,這當然是錯誤的訊息 我們沒有那麼多 我們沒有那麼多 記得都是-1 記得要-1 才會抓得出來 好,這些 之前有談過了 長度 這邊 仔細練習一下 一樣 這個out of range 這個out of range 值得 我們只有幾個 好 解1 就可以知道 取出來了 好 整個印出來 Hello world 就是這個,print slice slice 從第幾個到第幾個 1 是從這個開始 1到3 其實就是1,2而已 3並沒有 要-1 記得 3-1 好 這些都再練習一下 前面沒有寫-3 打0 好 那接下來是 每兩個一數 每兩個一數 我們可以開始是 起 死 然後去二 每兩個一數 好 這邊可以練習一下 每三個一數 會數到什麼地方 好 好 負的 reverse 好 最後我們從1到100 超出的時候 他不會 他只會到最後的結尾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 打到這裡 那 是再把 第三節 再把它 講一下 0 1 2 老師 一小段 一小段 好 字典的 Data Type 我想 字典是我們 最常見的 而且在做 機器學習的時候 或者是以前 以後 再跟各位講 爬蟲的時候 都是用Dictionary的觀念 來去看 好 那我們Dictionary 包含了所謂的 鍵值還有Valu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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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部分之前在 初階的部分也提過了 我想因為這個基礎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提一下 它的image的key有哪一些 image的value有哪一些 好 知道了 這個key跟value 把它能夠找得出來 value 在後面這個 這個 value 好 那我們把color color是什麼呢 color是它的鍵值 直接去鍵值 color的value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gray scale scale 這邊 取出來也是取值的問題 好 type image的type image的address 好 好 OK 來 這邊可以練習一下 這邊我們是 產生 好那這邊是 禮拜一禮拜二 我們也是用 一個鍵子來看 sumday就把它取代 它的value就是禮拜一 這是禮拜天 這是禮拜天 然後sumday禮拜天 Monday禮拜天 把它取出來 好 用weekday in week 好 一一的取出來 好 這個 weekday in week 然後 week 記得 記得那個item 是它的value 把它 value 把它要取出來 好 那我們一個一個的去 拜訪 一個一個去拜訪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底線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原先會把 鍵值 這個 鍵 都會把它秀出來 那你如果說 不想把 鍵也秀出來的話 你直接就用這個 underline 可以去做忽略 這邊可以看出來 這個跟這個的差別 好 一樣我們再把這個 檢視的畫面展開來 好 這邊都是一些 字典的一些的用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去拜訪 拜訪 image size 是哪一個 在這裡 size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 取值 好 那我們去取什麼 author是什麼 取哪一個 這個沒有 裡面沒有這個 鍵子 對不起 好 這邊也沒有 是 key error 好 當然可以去增加 增加一個鍵子 source wiki 好 來看一下 source 在這邊 就多了一個 修改 你去做修改 原先的color 是什麼顏色呢 color 是grayscale 我把它改成 black and white 好 也可以刪除 delete 好 那這邊練習一下key value item的用法 好 那這邊都之前都有提過 我們很快的跟各位去帶 這個是再去取它的item 一個一個的取出來 然後也把它的key跟value分別的代入 好 這邊就各位練習一下 item不出 我直接寫key出來 好 接下來要看它是不是有在 in有沒有in 好 in的話是蠻好用的 就像集合一樣 not in 有沒有是not in 好 get 一個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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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取出來 去取出來 set default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字去count 好 那一樣我們還可以去做坎套 那串列裡面我們先來看看這個例子 image 0 是這個 1是這個 2是這個 把它串在一起 好 好 那這邊繼續 取出來 它這個size 裡面 因為size裡面它還是一個list 我取它裡面的minus 就是取這個出來 好 各位也看出來這個跟在list裡面也是很像的 好 好 OK 這邊各位就練習一下 字典中的字典 字典裡面還是可以有字典 好 這邊 是我們的 key 好 裡面的value value裡面又還可以喊 好 這邊稍微比較複雜一些 你們可以去看 怎麼樣去一個一個 這個 等於說就是一個nest的觀念 好 那這邊是把它一些印出來 比較好看的印出來 這個ppprint 不然你平常印的時候 這個 看起來它是 一連串的 那如果說我 input這個ppprint的時候呢 這個dictionary印出來 是比較好看 這個是我們的 key 然後value key跟value 好 OK 那我們大概 先進行到這個 第三段 好 好 麻煩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基礎的 麻煩各位做練習一下